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尤三娘正在熟睡 被虚有志强行霸占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尤三娘都是以泪洗面 到了这年的清明节 尤三娘去给王夫上坟 回来之后尤三娘性情大变 常常以门卖笑留宿男子 不久 屠夫须有志莫名其妙失踪 再后来 村里陆陆续续又有其他男子相继失踪 另外一件让人困惑的事情是 尤三娘好似返老环童一般 长得越来越水灵 五花寨村北头有对兄弟父母双亡 兄弟俩相依为命过日子 其中大的名叫曹甲 二十岁尚未婚配 给地主家做长工为生 小的名叫曹椅 年方十四岁 给人家放牛为生 一日吃过晚饭 曹椅见兄长穿着光鲜亮丽就要出门 于是问道 兄长何往 那曹甲说道 我去尤三娘家一趟 曹椅说道 那我和兄长一起去吧 曹甲说道 你小孩子懂什么 早点睡觉吧 说吧 曹甲便独自出门了 而曹椅则兴兴地独自回屋睡觉 然而 到了第二日傍晚 曹椅不见兄长归家 便到尤三娘家去找 曹椅说道 三娘 我兄长在你家吗 尤三娘生气地说道 你这娃子胡说啥呢 你兄长怎会在我家 你去别处找去吧 曹椅说道 我兄长昨日说来你家的 如今一夜未归 请三娘告诉我兄长去处 尤三娘怒道 你这娃子是听不懂人话是吧 我都给你说了没见你家兄长 曹椅被尤三娘赶了出来 不过曹椅留了个心眼 他躲到尤三娘家屋后 过了一会 曹椅看见尤三娘在院中烧衣服 曹椅看得真切 那衣服正是昨日自己兄长穿的那身 曹椅心想 莫非自己兄长被这尤三娘害了不成 正在这时 同村的王老汉从门外进来 手里拎着一只烧鸡 对尤三娘说道 三娘 我看你一个妇人怪可怜 今天赶集特意给你买了只烧鸡 好补补身子 说着 那王老汉便在尤三娘身上开油 曹椅发现尤三娘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对王老汉说道 王大哥有心了 咱们屋里来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曹椅翻过墙头 跳进尤三娘家院中 当他捅破窗户纸看见屋内一幕时 朝已瞬间下尿 只见王老汉和尤三娘云语之时 一只大蝎子正趴在王老汉脚上喝血 那王老汉并没有察觉 直到一个时辰以后 王老汉的血被吸光 变成了一只干瘪的枯尸 尤三娘说道 这已经是第三十个了 到时再有十九个的话 大王就可以修炼成仙 我也可以青春涌住了 随后 那蝎子躲到尤三娘的床下 尤三娘将王老汉的干尸 扔到后院地窖里 王老汉的衣服则用火烧掉 朝以下的惊魂未定 连滚带爬回到家中 四日天明 朝以见尤三娘上街赶集 悄悄找到尤三娘家的地窖 掀开盖子一看 只见村里消失的男子全部在里面 包括朝以的哥哥朝甲 朝以急忙找到族长 诉说自己的见门 众人到地窖那一看 皆是吃惊不小 众人一把火将尤三娘的房子烧掉 就在这时 那大蝎子从火堆里爬了出来 正在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一只宏观大公鸡冲了出来 几下便将那蝎子活活咬死 恰在这时 尤三娘买菜回来 见众人将蝎子杀死 尤三娘只敢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众人再去看尤三娘 只见她瞬间苍老 身上早已长满了石斑 后来有尤方的高僧见此情形 说道 那尤三娘在给王夫上坟时上吊身亡 尤三娘死后心怀怨气 尸体被蝎子精控制 蝎子精用尤三娘的形体来诱惑男子 用来吸取人的阳气 如今蝎子精惨死 尤三娘的尸体没有妖法加持 故而恢复了原样 人们为了防止妖怪再次作祟 将蝎子精由三娘以及那些男子的尸体 全部火化 自那之后许多年再也没有出现过 奇怪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点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